嘿,今天姐姐放到两盒起泡胶 一盒是金灵鬼的,一盒是某不知名品牌的 今天我们来做个测试,看看哪一款起泡胶更好玩呢 原来是玩白色的金灵鬼吧 这个表面奶白奶白的颜色,看起来好像那个螳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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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姐姐教你们来拯救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橘子的这一盒是一月之前用神奇泡泡水自制的啦 终于在天气的摧残下融化了 变成橘子水啦 粉色的这个是网红家的一姐金灯鬼 每次玩都能有惊喜 紫色的是我超喜欢的棉花起泡冰山 手感超乃丝 也不想忘记你的眼 这个是会变魔法的起泡胶 这颜色超级透亮 看起来超梦幻 好喜欢耶 黄色的也是起泡胶 虽然牌子不太知名 但是玩起来也是超过瘾的 最后一盒是我昨天用水晶土做的泥了 拿生性超棒 关键是捏起来的声音超解呀 手和泥都揪完了 开始我们的混泥吧 这么多漂亮颜色的泥 最后会纹住什么颜色呢 纹到最后就是这个颜色了 没有看错 就是这个像泥妈一样的颜色 我也有点挺吃惊的 比如吧起泡胶 来起个泡宝宝吧 我曾在你心里面 只记得当时也有 还好啊 过瘾波 想看更多精彩做您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哟 嗨 好久没玩飞牛顿流体了 依旧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学讲乳铁的脾气 认识怎么交机也雷打不动 但是你若温柔对它 还变像酸奶般柔软可口 今天我们换种玩法 这是一瓶猪光粉 先倒点蓝色的猪光粉进去 再倒点红色的猪光粉 来挑战一次猪光粉CP染色吧 像推磨一样的来回旋转 这感觉好像在遨游外太空一般 猪光粉染色的图案像极了星球呢 感觉猪光粉有点少 不太过瘾 再倒点 然后再去外太空遨游一番 被牛顿留起染色我也是尽力了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有点像浩瀚的星空系 剩下的就只能靠想象了 然后开始我们最得压的环节 混泥巴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果香起泡椒 一块钱一盒 价格倒是挺唯美的 就是泥放的时间久了 有点粘手呀 蓝色的这盒还好点 不粘手 白色的这盒才是她的本来面目 超级简压的戳身 粉色的这盒就彻底沦陷了 融化成奶油了 好久没出气球了 来出气球玩吧 妈呀竟然有点呆住了 亮片都跑到桌子外面去了 继续没玩气球 胆子都太小了呢 手法刚熟练了就碰到这个哑巴气球了 里面装的是绿色小猩猩 很是倔强呀 最后带来个满天星吧 这个粉色的是叶太玻璃起泡胶 手感偏硬 类似牛头拉面胶 绿色的这瓶是云朵泥 颜色超级鲜浅 就是放的时间久了泥都有点变软了 这么美的一盆泥 实在有点不忍心破坏呀 再来一波解压伤吧 然后开始来混泥 所以牛的流体有点小倔强呀 混的时候慢慢的来混 不过发现混合飞牛的流体之后的泥 捏起来的声音好像刚解压了呢 本来以为混泥的结果会很惨的 但是没想到却很真心吗 这颜色像极了星空蛮漂亮的 就是不知道放置几天之后会变成什么泥呢 小可爱们你们觉得呢 会不会是冰山泥呢 是冰山泥呢 我会忘记的 是冰山泥特성을